假如当父母 需要面词 听闭父母港是吧 你们俩有过养娃兴艳吗 养过狗算吗 阿拉不算 哦 那没有 我看你们心理素质测试才刚及格呀 但如果说孩子以后不打算结婚 或者生孩子 你们受得了吗 那我巴不得呢 不用给他带孩子这样 我就有大把的时间 跟我老闺蜜奉妮开始 他的意思是说吧 我们两个人呢 愿意给孩子足够的空间和自由 但如果说孩子以后取向比较广泛 还有这好事呢 这我不得再图科呀 那我那些闭蜜都会吓死我 拜托有个有种不同的孩子超酷的好吗 这一句的意思是呢 我们俩还是很开放的 毕竟呢 我们俩也经历过这种情况 那只要孩子过得开心啊 遵既守法 你们都会尊重他 哦 不错 那你们俩有人会做饭吗 你放心 我俩就是吃外卖长大的 那肯定能让孩子吃好喝好 嗯 行 看你俩这翻搭的一样 那孩子也算是有口福了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 如果说生了二胎 那你们会如何平衡两个孩子 看你一是同仁呢 我就会管理老大 整一问题过一 整一杯又死了 不是 为孩子撑一把伞 不过我俩就打算生一个 就从明年这陷阱生肖来 明年生的都属熊吗 那都拉不容啊 不过这陷阱生肖到底有啥用啊 考试能加分吗 不过呢 不过呢 这每一批陷阱宝宝里啊 还真有那么几个语中不同的 就比如前年叔吐蜂鼠的时候 那有一个孩子刚生下来一会 啊 那大前年叔羊吐蜂鼠 哎 有一个孩子刚出生 就吐他爸一脸口水生起吧